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8月初七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一節我們打算跟大家討論是經濟話題的 這個是全球的經濟話題 因為 要討論這個 是叫做互聯網興起的年代 所有東西變成 是上網解決的 包括網球 實體 物體大部分都似乎被互聯網世界 是徹底打敗的 但是 最近在美國 是有統計數字 有一件事 是實體戰勝 是數碼化的 成為實體經濟 擊敗虛擬世界 擊敗 數碼化世界 的代表 這個真的叫大家估計也估不到 因為很多人普遍相信 這個叫做CD 是應該 是玩完的 當然 我的年代 不要說現在 其實 在那個年代 當我還年輕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每一家每一戶 應該說普遍 其實也沒有電腦 才對 是家 連一個 巨型的枱頭電腦也沒有 以前 那個年代的人要用電腦 特意回到學校 還要有老師批准 然後才申請使用電腦室 再到後來 電腦慢慢開始普及 每個家庭 最少都可能有一台電腦 在我還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 為了做功課需要去這個 大學的電腦室 現在 年輕一代也挺難想像的 因為後來手機 是越來越先進的 手機開始 變成Smartphone 大概 不是很久了 大概是2009年來的 當時 是由 蘋果 的Smartphone 開始帶起這個熱潮 即是說發展了十幾年 以往的年代 任何一件事 無論你裝軟件 例如裝Windows 打機 看VCD 每一樣東西都是用CD 都是用光碟 裝著的 所以我以前也有很多 是CD和VCD的 正當 全世界人普遍相信 現在的電腦越來越快 越來越先進 CD將會 徹底消失 會適微的 最新的數字竟然告訴你 這個實體的CD 是戰勝了當前的 數位專輯的 不單止 是戰勝 而且 更加數量達到3比1 即是說 CD的銷量 竟然 不跌反升 反而這個數碼下載 就是 銷情並不理想 這個當初也挺難想像的 因為現在的電腦 大部分的電腦 其實已經沒有再配置 是CD warm 當然 今天的電腦 跟以往的電腦的定義不是很相同 因為今天 你拿著一個可能是iPad 已經可以當電腦了 現在連手提電腦 即是notebook 都是輕型化的 就是因為要跟iPad匹敵 所以你可以想像 現在的這些 類似電腦 的器材 根本不會有配備CD warm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CD竟然仍然 可以復活 真的相當厲害 根據美國的統計數字 他說這個數位專輯的銷量 是急劇下降的 在2024年的上半年 這個 數據顯示下降 是8780萬美金 而CD CD 是大幅度拋離 CD的銷量 是兩億三千多萬的 雖然CD的增長是微增長 但是跟 數位專輯相比 你就發現他原來 現在戰鬥力相當驚人 這個是大家都想像不到 但是有數據是徹底反應 銷售而言 在2024年的上半年 賣出了 1680萬張CD 跟上一年比 增長了3% 而數位專輯 就是下降了 15.7% 而實體產品 這個時候竟然 徹底打敗了 數碼化的年代 的產品 現在CD 跟黑膠碟唱片 相當穩定地 有 相當之 不錯 的銷售數字 反而數碼專輯 就明顯不斷下跌 當然 一次就定義所有的原因 但是普遍相信 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 的 音樂質素 雖然電腦提升了 但是聽音樂的人仍然對 音樂質素有要求 這節我們不會詳細討論 是太多的電腦技術細節的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大家最常接觸到 的MP3 MP3 檔案是一個已經選好了的檔案 即是說已經壓縮了 而壓縮了之後 是回不了頭的 即是說你不能夠 裡面仍然保留大量的資訊 可能有很多人聽不明白 不要緊的 跟你畫畫差不多 如果你當那張畫是 藝術品的 如果你把那張畫的解像度調低 你會知道其實有很多資訊正在流失的 而且你沒有辦法 你把他 和一張照片縮小差不多 壓縮小容易 你要還原 就是沒有辦法 尤其是當他 已經 沒有辦法 回頭的時候 已經壓縮了 資料流失了 簡單來說 CD之所以 是強勢回歸 就是因為CD 他的壓縮比例 是比MP3好很多的 他的file檔案 仍然是很大 所以 雖然一般情況 你就這樣 可能用電腦和手機廳聽不出個分別 但是如果用 貴價 用 專業的音響器材 播放就會有明顯 落差 所以 現在 就是CD和黑膠片 唱片 打敗這個數碼化之後的音樂 另一個相信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覺得 有隻CD在手感覺上開心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雖然現在 就是說 電腦和Memory State 記憶卡的儲存量雖然大了很多 但是 你把所有資料 抄掉的話 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反而你覺得 檔案和資料在CD上面 其實 感覺 安全很多 因為以前弄電腦我們經常拿著 Windows 98、Windows 95那張光碟 而且那張碟要用來boot機 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是不是這樣 現在新的Windows 下次就叫你下載 以前買Windows 買Office 是要走出去 黃金商場 真的要說黃金商場 以前為什麼那麼多人走黃金商場 因為每樣東西是實體來的 你以前要買電腦的東西 絕對不是上網 下載的 以往的互聯網沒有那麼快 而且你的記憶也沒有那麼多 說你的電腦 所以 記憶相當昂貴 你不可能每一樣東西 叫我 是走去上網下載的 所以以往就是全部 去買CD、VCD 所以其實仍然有很多人覺得 保持一張CD 感覺實在有很多 始終你覺得買東西給了錢 你想拿著東西 現在買Windows很不開心 就是給你一張紙條 對於消費者的角度來說 總是覺得 好像 什麼都沒有 就算給你一張CD 那張CD可能上面都是 一個帳戶 還有一個code來的 你仍然覺得 有隻碟在手 感覺會開心一點 因為另一個原因 就是本身互聯網世界 有很多檔案根本就覺得 是可以免費下載的 所以如果你叫我買東西 拿個檔案 然後要付錢 實在令人覺得 相當之不高興 這個 就是 說了 那個叫下載 即是數碼世界 跟網購之間的分別 網購是不同的 網購 你買了東西 仍然有個實體會送給你的 你仍然好像 收到禮物那麼開心 但是如果你 網購是下載一些東西 其實是很不高興的 因為 大家都習慣了 下載應該是免費的 這個是罕有的例子 現在是實體戰勝數碼化的 即是說 現在 玩了那麼久了 這個電腦 現在部分的人對於某些東西 仍然是遠遠喜歡實體 是多於虛擬的 這個也 差不多可以解釋到 為甚麼那個所謂元宇宙 徹底爆破和爛尾 好 我們今節真的純粹跟大家討論 經濟話題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但大家如果想我再講多些這些話題 記得 留言跟我們說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好 今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謝謝大家 這個禮拜 宣布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